30 31 31是提主 常瑞早上从椅子上提起书包出门等公车上学 请根据下列四个事件叙述回答问题 回答30跟31题 第30题是问哪一个事件的叙述 常瑞对书包是不做工的 我们了解所谓的做工呢就是要力量成位移 做工就是要力量成位移 同时力跟位移要互相平行 所以如果没有失利就不会做工 如果没有位移也不会做工 如果力量跟位移是互相垂直完全不平行 同样不做工 甲常瑞从提起书包 这个时候我的失利是向上 位移也向上 所以有失利有位移有平行 所以甲是有做工的 那么丙常瑞提书包上二楼 刚刚才一样 我的失利向上位移向上 有失利有位移有平行 所以丙也有做工 丁放下书包椅子上面 我的失利向上位移向下 两个仍然是有平行 有失利有位移有平行 所以丁也是有做工的 那么乙背着书包尽力 说我们有失利 但是呢我们没有位移 因为没有位移 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并没有做工 所以呢我们知道 我们的乙是不做工的 所以我们第三十题的答案呢 要选的是B乙 唐瑞对书包什么情况下不做工 答案选B乙的情况下不做工 好 好